这个数据线的故障 我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 插头根部破皮断线 那么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线材表皮老化 加上线材根部摇摆 就会造成破皮断线 不能充电 哪怕你是包到热搜馆 那么在热搜馆和线交接的地方 就会断线 这位朋友想让我们给他维修一下 我觉得一点维修价值都没有 不如我们把他给扔了吧 给他介绍了我们店里面的正念之宝 那就在江湖街上面号称 没有他送不走的手机 如果有那一定是模型机 准备四个外壳金属的 再加上两个C91原装插头 不修缸的线主要的魅力之处是 它在充电的过程当中 线不会90度折弯 其次它的触点是 度老和了 那么会造成呢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触点不会发黑 准备一下这个套料 把它给打开 然后套在这个不修缸上面去 不修缸的尺寸是 外径6毫米 有感兴趣的朋友 或者是动手能力非常强的朋友 可以自己把自己的数据线 改装一下 增强它的数面 按照我视频的方法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好 这个线呢 直接是焊在上面 把插头插到这个外壳上面 用IP胶进行固化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线文件下面 把这个线快速的焊接一下 好的 线已经固化好了 用的是AB胶 如果你自己使用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IP胶进行固定 704的硅胶 不行啊 太软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固定螺丝 用的也是不修缸的螺丝 跟外壳线身是同色的 非常的完美 我拿出其中的一根呢 试一下 因为两根线呢 都是同接口类型 同长度的 线呢 是粘米的长度 我们的彩色弹簧线呢 是粘米5的长度 所以总共这个线 目前的长度 从充电器 到插入手机的插头 这一段总共是4米5的长度 来试一下 能不能开启9V的快充 以及充电的功率是多少 好 插入手机 看能不能开启9V 好 已经开启9V了 目前的功率是14W左右 亮屏的情况下是14W左右 目前手机电量是44% 好 那就是没问题啊 这个线了 快充电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视频 下次节目 我们再见 拜拜